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启动行动厨房列车 日前到民间乡田载社区 办理《鸡不可施营养好实力》 以及营养师做DIY课程 邀请营养师廖梅渝 教导长辈正确的健康饮食观念 我们也发现很多老人 他有一些肌肉无力 可能走路就会摔倒的问题很严重 那我们是希望说来这边指导他们 自己可以做一些烹调 比如说做奶香蒸蛋 或是南瓜豆浆坚果饮补充蛋白质 然后让我们的长辈阿公阿嬷 能够在我们的社区健康到老 然后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 也可以终老 让他们有活力 然后健康 然后能够吃对食物 这样子我们来宣导这个基少镇 才能够达到我们来守护 南投县长辈的一个精神 活动中副县长 陈正商级县议员张家哲 余秀英 赖燕学等人都共同参与 关心长辈也一起用餐 现议员余秀英 鼓励长辈不要烦恼太多 要吃的营养顾健康 透过专专业课程及指导食做营养的饮食 现议员张家哲肯定县府照顾长辈的用心 针对这些长辈做出了这个坚果饮 由长辈自己动手 然后加深他们的印象 知道怎么样吃得更营养 然后另外他们也做了一个营养的蒸诞 以及他们中午利用长辈们 一起来到这个活动中心 共餐的这样的机会 由营养师里面来推荐的这样子 具有营养 然后适合长辈的这个餐点 我想这个就是营养推广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跟长辈推广这个三好一巧的部分 让长辈知道如何在平常的饮食里面 让自己吃得更健康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社区 让长辈们一起来共产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县议员赖燕雪 肯定县府办理这项活动 尤其长辈的健康就是子女的福气 是大人的健康就是生的福气 所以管政府的新局 就是我们社区是大人的健康 基本就既不可失 营养好实力 吃三好 再一口 让我们社区人体力好 有营养 要保护健康 这最重要 所以今天基盤这项的记者会 教我们社区人要如何吃到健康 要如何吃才有营养 要如何吃下去 放得出来 然后又吸收得掉 我们也知道社区人在社区这里 大家都做農为主 所以都很勤奸 但是我们到一个年纪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健康 所以透过这个营养师的一个教导 让我们社区人有这个概念 对你家庭以后可以尊重这个来做 实际上吃得也健康 更快乐 老年人容易发生肌少症 借由办理营养讲座 让长辈了解健康的饮食观念 让身体健康更有活力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 在另外一个日子里面